哈喽大家好我是江江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不要让你的坚持变成是一种执念 我不晓得大家在生活上 有多少不一样的坚持 那我今天就用我自己本身的 事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直follow我的影片 或者是有follow我的脸书啊 或者是有在上课的家人们 应该都知道我对疫情是没有感觉的 就是我这个人觉得疫情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当然也不会有恐惧跟恐慌的那种氛围 也就是说我从疫情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 我会没事的 然后我是健康宝宝 那可是我的爸爸妈妈不是练习路上的人 他是带着恐惧跟恐慌在过日子的 尤其是新闻报道 如果那个确诊人数升高 他们就会很紧张的生活 可能我进家门都必须要酒精全身喷一遍 才可以进家门这样子 就是他们恐慌到这个程度 那可以开始打疫苗的时候 当然爸爸妈妈就会一直鼓吹我要去打疫苗 那我就一直都是温柔的坚持 那我都会很温柔的跟他们讲说 你们先打 你们先打 然后我让需要的人先打 就是可能嘴巴会说好好好 可是就是一直一直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 没事啊 我会没事啊 然后呢 就一直坚持到 坚持到我大地亡生嘛 有一天我妈妈仍然一直说 去打疫苗吧 去打疫苗吧 就是不要坚持了 那我就会反骨的说 如果爸爸不要种菜了 我就去打疫苗 就是因为种菜对我爸爸来讲是一种坚持嘛 我就会反骨的这样子 有点 这也不算回嘴 但是就觉得是一种条件交换这样子 然后我妈就说 嗯 家里已经少一个人了 可以不要这么坚持吗 这样子 突然一个讯息告诉我说 哎 不要坚持哦 你这样坚持 虽然是散念哦 你自己的散念 或者是你自己认为是好的 好的决定 或许真的不影响你 但是这是一种执念哦 就是讯息就这样流进来告诉我 我突然就叮一下 哎 对耶 这是一个执念耶 这是一个执念 而且打一针而已 就是如果我觉得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疫苗 不会影响我什么 我干嘛不去打疫苗呢 就是突然就转念了 然后我就去打了疫苗 就到今年的6月吧 我才打第一季这样子 6月还是7月 应该是7月 忘记了 就是最近才打了疫苗啦 然后也就是说 嗯 确实从可以打疫苗到现在才打 已经过了很长的日子 也就是说我坚持这么久 坚持这么久 当然没有影响我的生活 当然我自己也没有确诊过 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好的过日子 直到我妈妈讲了 就是家里的人都 家里的人就少一个人了 可以不要这样坚持吗 那个讯息进来才让我领悟到说 哎对 虽然我是在做对 我自己觉得是对的坚持 确实不打疫苗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因为毕竟我也没有要出国飞来飞去的工作 然后我也没有要去太多什么声色场所 我就是很单纯的这样上课 打不打疫苗对来说根本就不不是一回事嘛 就我觉得是没必要的 而且我自己本身就没有害怕 就不会害怕疫情到我身上了 这样子 我何必要去打那一针这样子 那那个讯息进来我就发现 我自己这样子的坚持已经是执念了 已经是执着了 因为父母亲一直一直会因为我这样而担心着 我这样就变成没有凡事利他 没有去圆满圆满我爸妈的想法对吧 所以我才改变 当然啦 因为我去打了 所以我的下面孩子就是现在是一打四嘛 就是四个孩子 当然是女儿本来就打了 另外三个小孩都没有打 是因为三个小孩都因为我没打 那因为我都说没事啊没事啊 只要我们认为是没事的就不会影响我们啊 那他们就带着这样的念头继续不打疫苗 那当我愿意打的时候 孩子们才跟着愿意去做这件事 我也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坚持呢 也影响了我身旁的小孩 然后变成我爸爸妈妈更担心更担心 当然我去打了之后他们也打了 然后大家也都没事 也就是说我才明白啊 我真的是执着太深了没有没有去反应到 那我想说这一件事情可能在你们的生活上也会有 我不一定是说打疫苗这件事 有可能是有些人觉得我不吃药 我不要吃药 我再怎么样我都不要吃药 我可以自己好起来 我可以多喝水 我可以多睡 多休息 就自然好了我何必吃药 可有时候真的你真的身体不舒服 不舒服到一个程度时 你可能服一颗止痛药可以舒缓你肉身很痛的地方 但如果你能够转念吃那一颗药啦 那那必须你要抛开那个坚持 然后不要有那个执着嘛 才能有这样的转变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看影片你们可以回想一下 你们自己在生活上 是不是跟我一样 可能你那个坚持是善的 可能那个坚持对来讲是很OK的 但是你这个坚持呢 可能会造就你身旁的人对你有所担心 或者是对你有些不放心 然后影响到他们挂心 或者是像我刚我已经影响到我孩子们的部分 或许你的坚持也因为别人这样看着你 然后效仿你也跟着坚持 但如果这件事情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善的 可能是正向的 是坚持没错 但是可能需要当下的劲去做转换时 能不能放下来 跟我一样转个念去打一个针 打个针也没怎样嘛 就是打一针让爸爸妈妈安心 然后让小朋友也去打疫苗 然后也让爸爸妈妈更安心 我觉得不是很好嘛 就是是一种利他行为就觉得是好事 所以今天用这个小影片跟大家聊一聊 你们在生活上是不是有一些坚持 然后反而因为这个坚持而造成了执着 就是执念 那就不太好了 或许有辣也或许没有 反正就是大家省事一下这样子 好今天短短分享就这样啰 I love you 拜拜 拜拜 by bwd6